在走向与病毒共存的后疫情时代 也逐渐习惯身边不时有人确诊的消息出现 近期食药署通过两款 大五次世代疫苗 让不少民众犹豫该不该打次世代疫苗 尤其现在次世代疫苗也有不同厂牌 不同病毒株 又如何做选择呢 加一科医师强调 如果至今都还没确诊过的人 推荐一定打次世代疫苗做好保护 次世代疫苗分哪几种 在边境解封 变异出快速流动下 疫苗多样化可能逐渐成为趋势 目前国内次世代疫苗可分为以下几种 莫德纳次世代原始朱加巴 一 已提供追加剂接种 开放12岁以上都能打 需要与前因因间隔至少12周 莫德纳次世代原始朱加巴 五分之四 预计十八分之十一后 有机会提供施打 BNT次世代原始朱加巴 五分之四 预计十八分之十一后 有机会提供施打 三大原因 让次世代疫苗接种踊跃度降低 虽然国际现行并非流行半一 但研究显示指出 BNT次世代疫苗所产生的中和抗体效价 接近原型朱疫苗的1.7倍 仍是幼于原型朱疫苗 从指挥中心先前宣布 开放12岁以上民众都能打 但接种情况不如预期中踊跃 万方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徐胜伦就临床上观察 有三个原因 很多人觉得自己确诊过后就不用再接种 疫苗现行开放接种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有些民众认为副作用太强 不愿意施打 长者们认为去年已经打了很多疫苗 有完整打2-3剂疫苗 就不愿意再施打 那到底为什么有必要接种次世代疫苗呢 台大公卫学院团队在新冠防疫科学园地中多次提到 不管几岁的族群 对于施打疫苗保护力会随着不同时间开始下降 特别担忧65岁以上的族群保护力 下降到50%以下次世代疫苗 85 81 哪个好 怎么选 加上台湾今年5月是追加剂施打最高峰 时隔半年当时产生的疫苗效益已逐渐下降 万方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徐胜伦表示 站在鼓励施打的立场 最重要应该先把基础剂打完 追加剂则用于额外延续保护力 只是吧 五根吧 医的次世代疫苗该怎么做选择 由于吧 五次世代是针对吧 五病毒 无庸置疑 临床数据来说 确实 吧 五会比吧 一来得好 徐胜伦认为 吧 无疫苗 有机会在月底打到 现阶段 想接种的民众 可考虑再等等 但针对近期有安排出国 可以优先试打扮 以疫苗为主 尽早取得完整的保护力 唯独外界较担忧 吧 五次世代未经过较完整 较长的临床试验 考量到副作用较有疑虑 虽然理论上 疫苗副作用发生 与疫苗中使用的阻剂有关 次世代疫苗设计阻剂 没有太大调整 副作用会与原始株的 莫德纳疫苗接近 徐胜伦也观察到 莫德纳次世代 比原剂疫苗副作用再多一点 有患者打原剂没事 打次世代疫苗就发烧 副作用比例有较高 但从国外统计 次世代疫苗 也是在于注射部位疼痛 发烧为主 莫德纳跟BNT 两厂牌次世代疫苗 有差吗 美国食药署和台湾食药署 均同意莫德纳跟BNT的 吧 五次世代疫苗 徐胜伦指出 两者厂牌疫苗效用 不会差距太大 唯独两点有些许差异 副作用 统计上 莫德纳体感副作用 可能会略大于BNT 但对于 先前已经打过一般莫德纳苗 没有什么严重副作用的族群 并没有什么差别 核准的年龄 目前BNT次世代认证 5到18岁儿童青少年 也可以使用 但会在剂量上会做调整 而莫德纳目前认证 6岁以上的族群 基本上两款都是有效的疫苗 民众不需要为了 厂牌过于纠结 徐胜伦强烈建议 如果至今都还没确诊的人 一定要打次世代疫苗 因为过往原始猪疫苗 对于变种猪的保护力较差 身体的免疫细胞 对于Omicron类病毒记忆 不是那么清楚 康复后过三个月 仍可接种次世代疫苗 尤其现在最常遇的问题 是确诊康复后 还要不要打 徐胜伦建议 若康复时间 已经超过三个月 还是可以考虑 作用接种 因应当时 今年五六月流行的 其实是 这时 追加打吧 五次世代疫苗 不论防范感染 重症都有一定的保护力 指挥中心日前也表示 已向莫德纳先订购 六十万剂 把无疫苗 预期最快十一月上旬 可到货 发言人庄仁强证实 次世代疫苗 将于本周到货 且因检验封间时间 缩短至七天 因此最快可遇选前开打 至于次世代疫苗 对BQE XBB有效吗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 罗伊军表示 大厂针对新兴变异株 进一步试验 发现最新双架 8.1或是双架 8.5 都有拿来做变异株 像是BQ XBB的试验 在中和抗体有效的部分 确实会有下降 但罗伊军进一步说明 两个新兴变异株 很强的免疫逃脱 虽然对新兴变异株 中和抗体会明显下降 但BQE还是比BQE 以及传统疫苗还要高 重症的保护力 不会受到影响 但确实轻症感染 会产生免疫逃脱 造成确诊 但追加次世代的目的是 为了防重症 死亡 并不会因为研究结果 中和抗体的结果下降 就不打疫苗 提细胞的免疫力 还是满高层度的保持 重症的预防效果 可以维持下去 除了mRNA疫苗 有开发次世代疫苗 包括高端 Novac也仍在临床试验接种 多种疫苗 也让民众有更多选择 适合自己的疫苗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